疫情进入第五波,今年市况再添变数,本地社交距离措施再度收紧,晚市禁堂食,整体零售业受压,与此同时,楼市情况亦受影响,特别是新盘市场,疫情下部分发展商暂缓推盘,市者个月推盘量急降,相信本月整体新盘销售跌至只有700伙的水平。 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13个月新低,疫情挥之不去,令人关注今年楼市成交量能否维持去年的水平,本地经济情况变得不明朗,会影响香港整体竞争力吗?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,IMD,每年年底军会公布全球竞争力报告,最新公布2021年的情况。 香港仍可以在人才技能及竞争力水平排在亚洲首位。 至于全球排名则微升至11位,比去年上升3位。 相信本地竞争力的维持是基于本地疫情基本上亦可达置可防可控。 比对于全球大部分的地区。 过去一年本地经济复苏情况上算理想。 相信大家明白竞争力的维持对于香港而言相当重要。 始终香港属于小小的开放型经济社会。 具竞争力的区域和城市。 必须是一个无论企业。 投资者或就业人士都乐意投资的地方。 变相说明该地方必须资金转流灵活。 以楼市而言。 整体物业市场的成交量。 流通比率要够高。 才能吸引投资或置业人士入市。 游行去年整体二手交投保持暢旺。 全年络得预六万宗成交。 创至2012年以来的九年新高。 今年的情况又会如何? 当然首要视乎疫情变化以至今年经济增长情况。 但据土地注册处记录。 截至21日为止本月成交量仍不足2500伙。 如果这个月二手注册量低于4000宗水平。 将会是连续四个月二手交投不足4000宗。 情况令人关注。 另外,香港实施楼市亦周期政策已连续实施11年以上。 辣椒下本地税制于地产市场早已不算简单税制。 特别是境外投资者与公司买家。 均需要支付高达楼价三成的买家印花税及新重价印花税。 即使买家愿意支付,但两地迟迟未通关,对内地买家入市造成障碍。 长远而言,希望楼市亦周期政策指示短暂实施。 因为香港经济现已面对一男子不明朗因素。 在疫情及中美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。 无论于金融、地产、旅游以至零售层面均意响起不同程度的警号。 楼市需保持一定的活跃程度。 才能令香港市场更具吸引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个人们在此处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